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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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日以下換來寂靜 互相四面萬風輕吹 就在湖裡你呼叫我 一生遣奉愛的路上 沉默對著你的影子 身裡勇氣霸千寡憂 毅然一心一意追隨 將我生命獻給你 回首 加里利亞 就在此刻中 光輝似白袖 那呼聲 永遠 藏在我心底 全為你緣故 寫腳細 逃犯 懷疑一切 歡迎大家收聽回到加里利亞 我是寶怡修女 上一集當我跟大家分享 我最喜歡的經文的時候 跟大家提過我有一個大球母 他是一個很虔誠很虔誠的佛教徒 到今天依然都是一個很虔誠的佛教徒 他算是我所認識的親戚裡 一個非常好的信徒的冒犯 因為我一想起他便會想起佛教 他心底又好 又會照顧別人 又很虔誠 經常去寺廟 又去食債 我跟他的相處不算很多 但我跟他有一個很特別的經歷 算是唯一一次他帶我出去的經歷 那一次他帶我去哪裡 就是帶我去看大佛 去大嶼山 這個經歷很特別 就是因為算是我第一次 跟宗教有很深刻的接觸 他帶我去大嶼山的時候 入那些 不知道是不是叫寺廟 入那些廟的時候 他好像回到自己家 很熟悉路 也說 又認識師傅 又將師傅介紹給我認識 又或者將我介紹給師傅認識 在這個過程裡 有兩個很特別的經驗 很深刻的 到現在我都會很記得 第一就是師傅送了一個牌給我 背面是藍色 上面有一個佛 我記得小時候還有一條紅色的線 還有一條紅色的繩 我記得這個牌子 我戴了很久 因為覺得是一個很特別的禮物 另外就是他教我如何去拜大佛 我最記得這個經驗之後 有一兩次跟媽媽去拜祖先 宋母的時候 旁邊有個佛 我會用同一個方式 自己拜每一個像 但很有趣的就是 現在想起來會覺得很有趣 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我發現 這個也是天主放在我心裡 信仰的一個種子 因為 當我看回這個故事的時候 我發現 在我的童年裡 我都很喜歡去尋找一些 給我偉大的人物 而且很樂意去跪拜 要拜他們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圓妙的一個學望 這個很代表 住在我心裡有這個宗教性的傳有 一個對於天主的學望 一個很願意在比我更大的主面前 屈膝跪拜 這個是一個內心很單純 尋找主的一個學望 是很純潔的 不是一個因為我要向他求什麼 我想要什麼 所以我在他面前屈膝跪拜 是一個認知 認得 哇 你比我大 但是我需要去表示我的秒小 那時候不認識主 但是當有人跟我介紹宗教的時候 有人跟我去說 甚至佛的時候 一個很大的象在我面前的時候 我心裡會很想跪下來 很願意 也內心充滿平安去朝拜 但是當我長大的時候 慢慢認識天主的時候 我很慶幸 也很幸福 可以朝拜愛我的上主 去恭敬她 去讚美她 這是我其中一個很大的喜樂 所以 在這個和我大舅母的大嶼山的經歷 總之是另外一個宗教的經驗 讓我發現 原來我內心的渴望 對天主的愛和尋找的渴望 從小時候已經有了 總之我還沒有認識她 所以對我來說 這個算是一個小小的嘉莉辣 有些是天主已經認識我 把這個種子放在我心裡 編排一段路給我 讓我慢慢分回她身邊 不是說我領洗那一刻 她才給我這個禮物 她的人詞就是這麼煩惱 她在我領洗之前 她已經認我是她的人 但是有一個過程去認識她 有一個過程去接觸她 慢慢有一個過程學會去愛她 而真的到現在每一天 會更加發現我內心對她的愛 所以信仰就是這樣 信仰就是一個過程 無論你的起點 由你小時候已經領洗在天主教徒 或者你長大的時候 領洗作為教徒 真的認識天主 裡面的過程 你的人生裡面 天主從來都沒有缺席 她一直都在我們身邊 一直都看著我們 照顧我們 去接近她 幫助我們找我們內心真正的幸福 對我來說 我的幸福就是可以跟天主在一起 去安慰天主 安慰她所愛的人 所以對我來說 現在的生活 可以朝拜她是一個極度幸福的事情 希望藉著我這個小小的經驗 和你們分享 你們也會發現 你們心裡對天主的渴望 也邀請你們去想想 當你還未認識天主之前 究竟你內心 是否同樣都有這樣的渴望 有些挺有趣的事件 可以看到天主如何在你認識他之前 就已經把信仰的種子 放在你心裡 願主祝福你們 拜拜 確一點 想打得更多 可以跟你們去做的事件 接下來 你會不會聽到他